你俩女同学帮我去买 女同学 因为床上啥的 床上啥的都怕他们俩帮我出去 就是啥女同学呀 小学同学 你看来叔叔这个异性感挺好的 小学同学出头同学都有 那叔叔同学是男同学多还女同学多呀 女同学多 哎呀我去你长得不花晚的花 咋的是要玩两女战一男啊 都是把岁数都不知道脸子咋起了 还正天然让俩女同学来家伺候你 你们这关系属实让人怀疑有失啊 俺只能说跪圈真乱 像当初七七上学时都是女同学 在我衣服上花大王嘛 让我去给他们买冰糕 俺咋没遇见这么温柔的女同学呢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你女人缘这么好 咋没在你女同学里挑一个当老伴啊 是不是觉得两个人还不能满足你 再找一个老伴玩三屁啊 爹 班长 又见面了 又给你折腾了 想你了 王凤之52岁离异两次 有房无负担 三年后退休能领三个钱 今天这个大妈之前上过咱节目 上次因为嫌弃男方口称为成 这次在电视上对男嘉宾一见钟情 所以就跑来长春想要拿捏这个大爷 一大早从松原赶过来 专门精心打了一番 那有点相同相同的地方是这样 好像感觉能喝得来那种是吧 我严先找的项目标准就是说喜欢个高一点 她个还可以还会做菜 说做菜好吃 但是我也喜欢长春 所以我就来了 大妈你不是的呀 明明是在电视里相众大爷的刁了 而且退休金还不少 要不然也不会老早大老远赶车过了乡君 紧接着红娘就安排起俩人见面 请注意前方高能明场面来袭 大老远瞅着男嘉宾缓缓走来 王大姨的心瞬间两了半截 咋跟电视上看的不一样呢 她的大皮雕呢那可是加分项 这时候红娘老妹也看出来咋回事 这大妈主要不是乡中老头了 是乡中她穿的雕了 场面也是一度尴尬 你看那应该穿雕 穿雕打人 穿雕打人 说冷不冷啊 说你特意下来接我们的吗 特意下来接我们的吗 拍下来接不着 今天男主人公是刘大爷 刘百胜57岁离异 有房无负担 虽然现在工资2.6个钱 等三年后退休能拿5.5个钱呢 这一点倒是一致俩人都等老老钱 把大爷整的也是一脸懵圈 不是说问着我人来的吗 这咋刚见面就说看不上我呢 接着红娘就让她整个变装游戏 刚才阿姨看你长相说 感觉跟电视上不一样 她看你那细节 我说你穿了一个雕 她说瞅着那个长得可好看的 你那雕在没带这块 肯定无人看了 你会穿上看看 让阿姨看看是不是还是电视上那个效果 那行 咱们把那个雕找出来穿上来一看看 阿姨 好 我跟叔叔说了 叔叔说把那个雕找出来穿上来 让你再看看 我觉得现在穿早 就是这个衣服啊 就是这个衣服 是不是这个 这个感觉 拉下来好看的 散环 你看的是散环是不是 不是 是哪样的 你是找老伴还是找雕呢 咋的这以后要个一起处对象呢 是不是每天都得让大爷穿雕出门啊 东北人的名声都被你这好人整坏了 一提雕让全国观众立马想到吉林长春神样 这大夏天的你非得把刘大爷这中暑的不可 好像衬衫是这衬衫吧 也是这衬衫啊 是这个 不是这个 是不是这个效果 嗯 就是就是插衣服上的 可以了啦 很热的 不是 不到实际上 叔叔的衣服都在这边搭啊 那种也有啊 看看给大爷人满头大汗的 哈哈这幸亏是大爷自个买的真雕 要是租的或是借的 那家伙美族一次不得心疼死 此时此的现场的气氛非常尴尬 红娘老妹就开启祸心尼模式 不过这次心尼祸成了爸妈 俩人现场差点没干起来 叔叔家这个环境吧 他说的是他母亲 他去世不到三年呢 他说怎么那也得是 三年之后 然后这屋里边才能熟悉 也快了 不过三年呢 熟悉三年吗 那你这大岁时候你不懂呢 现在这小孩 阿姨母亲还在 这个账法 我妈是不是大 我妈前年没这90次 我刚才我没听懂 我刚才我心可不得劲的 本来我挺高兴的 你说这一句话给我拿着 我这心可不得劲的 啥子说呀 就刚才你说 你说你母亲说得三年 你说这么大事 你啥也不耽误你啊 哈哈 你还开玩笑 是不是说话 他就 就开玩笑啊 不是他刚才挺严认 你知道你啥也不知道啊 过三年不知道啊 不是 我先 反正我挺高兴的 我还 咱这岁数把的都懂 反正我一从见到他 从进入味道 人家一直感觉 还感觉还挺好的 还没有那啥时候的 这一句话 你说话 你不知道啊 说话说你不知道啊 发电不知道啊 穿上雕缸来点好感 一下子又整几眼了 你吵着把大妈 气得嘴跟机关枪势的 嘟嘟囔囔都没完 大妈讲话了 从小到大 都是她吃了别人 还没几个人敢吃了她的 大老远来找你 相亲不是听你对我的 好在刘大爷 反应快连忙 道歉 生怕这老女人 把她家给拆了 红娘赶紧调和 一下俩人的矛盾 我妈是大龙的 我也属龙的 那不是七岁 对 龙数八 七岁不是吧 周岁不是七 对了 属龙数鸡 这不龙奉配吗 屏幕像心情二世 我妈 你给我气 我妈二世去了 你说对 你这个表 你这个表 我这块给我整的 可不舒服了 三里不知道 这大事吧 你不知道三年了 一会吃完喝点酒 就出去 大爷赶紧插开话题 赶紧请女方上桌吃饭 毕竟咱北方人 没有放桌上解决不了的事 一顿不行 那就吃两顿 大爷这边坐着菜 红娘一旁提点她 生怕一会 大爷在说错话了 这一屋子人都吃不了 兜着走了 你这一句玩笑不当即 大妈差点把你家房顶都掀了 女方的心情 刚刚平复一点 没想到红娘这边 刚说完她 大爷这边就又出事了 啥叫无路偏风连一语 这就是啊 大爷这波操作必须给你来一波666 属实牛逼克拉斯啊 七七强都不服就服你 知道你是梗植病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脑子缺根少闲呢 忘了咱大妈是个小辣椒女王吗 咋的你刚才背对的还不过瘾吗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幸亏大妈身体好没啥毛病 要个这气得犯心脏病 也够你喝一壶的 这是酒啊 我心里是水呢 喝酒我不限制 男人喝的酒也好 不是 你喝的酒也好 但是少喝一点点 你喝血 你现在喝多了 因为你是不是个人呢 喝多伤身体 除了这边的卡了都翻不上 一磕这翻不上 各家一喝 我看看你手 右手 瞧瞧瞧 瞧瞧 那个电视瞅了抽烟焦黄的手边 这个手有点黄 这次有点黄 那行 这个黄 那个有一点 这个受伤了 对 前面这边有一点骨折 不是抽烟熏的 不是 明显 除了就这样 除了就这样 那是那只手 抽烟都会右手拿烟吗 那女的手手焦黄 谁我 我怎么手抽烟 大姨你是来这当侦探吗 观察的还挺仔细兜上手的 大爷这次求生欲很强 随即表示 为了以后老伴 烟可以少从妈们接来 酒没事也少喝点 听大爷保证完之戏 王大妈心里算是高兴了一点 紧接着就开启自卖自泡模式了 你真是好女 我不是夸我 你说我不抽烟 我不喝酒 我不蹦逼 不打麻将 你说我 我还没有异性朋友 看见没我可是个三好女人 别看我现在分地不正 但配你也是戳戳有余的 大妈哥这夸不其谈 这是刘大爷却没有他接话茶 不说点好听的大妈就生气了 就开始直接质问大叔的女同学 大妈说他没有一个异性朋友 就是想押大爷一头 不料却被大爷奶奶那话 那你这人缘属实太差了 一个朋友都没有咋混呢 没有异性朋友 一个都别说少的 说少的是有一个关键 就是我一个都没有异性朋友 那你是冷酷的心 那我是冷酷的心 我还是冷血动物 挺在意他异性朋友这个事 这回看了也放心了 跟我那就没有合理性了 那不是好不好 没有合理性了 这有我的 那他就不一定 之前有没有乱招 老师也不说呢 哈哈看这俩人斗嘴真搞笑 紧接着大爷就让他看看 那俩女同学 看完王大妈就放下心了 要说这咱知姐这嘴数十六啊 你也不怕那俩女同学找你干账 不过想想这刘大爷也是个高手 自从老武勤去世后就让女同学来 给他铺床买日常用品 我在想人家老头子能为一点想法吗 你们的关系真就是红颜知己那种吗 等等老头子还没完呢 大妈还有一个绝门的问题没问题 也是导致大妈上次相亲失败的主要原因 你有口臭没嘴里有味儿的大妈可不要 你吃东西牙都挺好的是吧 吃东西还是硬东西都挺好的牙 牙吃假的 那牙是吃完饭摘下来还是不用 香的摘下来 好几年了 固定的了 固定的 考试的啊 嗯 哈哈我已经有画面感的贴子了 这都亏是香上菊的牙 要是带着牙套这要是擒个嘴 一身舌头再给梭罗下来砸整 里面再带着几个菜叶子肉丝子啥的 给大妈都整出来那味儿了 赶紧捂着鼻子声怕喷她嘴里似的 不是说拿下来搁在缸里 算吧算吧算吧 然后她多老啊你 给阿姨整笑场了 所以说我整个假牙子前面 给阿姨的假牙我洗不洗不算吧算吧你 我嘴里我嘴 我这些刷子我不会弯转 她又你又是在那种情况就是 就是咱们咱们俩白忙的在老天 那我转身我穿一会儿就走 就没有笑话再聊 不论一下转身就走 到岁了七十几岁老头问 拿下来 给我钢子泡一洗 我的颠饶一洗 你去吧你 你把我当啥了你去 你丑成给大妈乱来的 可优质点子别背过鸡血 和大爷相亲跟坐过山车似的 长得大妈都误会了 你要是带假牙 她立马都能抬腿走人 别看大妈笑得不行不行了 但是大爷却表示很喜欢她这种性格 她说话挺豪爽的 挺喜欢这个性格 你看就会说 我说句玩笑话 人家这直白就是啥的 这挺豪爽的 这真是豪爽的 不就是啥 你有错人家说你 有啥的 直接就是给你表白出来 那怕不怕你俩这样的性格 生活在一起会有矛盾呢 就等着互相的演样的 大爷你真是受虐行的 就喜欢女人没事对你刺的你 既然你喜欢咱也就不说啥了 红娘本以为这就该说结束语 让彼此留联系方式的时候 除了刘大叔的脑子 此时又我特掉了 现在叔叔这一块 什么呀 一简觉得还可以 说留电话号再接触接触 是不是 说 行 你要打包人 那就闭着电话号 我也不留电话号 你觉得要说行 咱们发内心说行 咱就留电话号 咋回事啊 大爷刚才说的好好的 这临了临了 你又整得跟改鸭子上家似的 咱这是正经自愿的相亲节目 可不是硬绑着你强买强卖啊 你让咱辣椒姨的脸往哪放呀 咱们可没有一个人强迫你呀 这给我急的啊 这大爷脑回路数是有点长硬 高低算是相亲成功了 我奉劝你一句的大爷 以后说话半是长点心了 不然真怕哪天你俩干起来 你这小身板子可禁不住 它给你来两吹头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更新到这 感谢老铁们的点赞和关注 咱们下期接着了